王宝强和马荣的事情出现后,虽然马荣一直赞生,但是王宝强经过一段时间后就没有把事情放在了心上,而是一直专注着拍电影,一心把工作做好。 G7,最近王宝强正在筹备海炯的拍摄,连续泰炯的拍摄手法,一直搞笑下去,这部电影在拍摄的取景地,包括中国大陆,中国台湾,以及美国等。 G7,在台湾取景拍摄阶段,王宝强曾打算邀请台湾演员林心如来客串一下剧中的一个女老板,但是被林心如方面拒绝,拒绝的理由是,林心如工作非常繁忙,目前只考虑大制作影片中的女一号,该片中心演员及非科班出身的演员较多,对于和他们一起合作没有太多兴趣。 这个消息一出,让林心如再次陷入了万劫不复,网友骂声一片,更加坐实了周杰当初的爆料,但是讽刺的是,林心如也不是什么科班出身的演员,自己却嫌弃和这样的演员合作,真的就那么牛吗? 王宝强和赵丽颖这两位圈中的实力派演员也非科班出身,但实力可远在你林心如之上呀,与林心如毫不客气的拒绝相比,非演员出身,旅居在美国的凤姐,据起也收到了王宝强的邀请,而且她欣然的接受,目前正在谈判一些细节, 网友们对凤姐也是呼声很高,王宝强这句有凤姐的加入肯定大火,论人气,林心如还没有凤姐高呢,至少凤姐的心灵是美好的,不像某些人那样坐坐,对此各位怎么看呢?